看比分 看highlights 或许你会认为 六普这场比赛赢的是轻松 但实质上 你看真正的比赛 博恩茂斯一点都不弱 甚至你仔细去看数据的话 这里就显示 双方的打门次数都是高达19次 那么 六普这次的胜利是幸运的吗 还是实至名归呢 进入片头之后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六普主场3比0击败博恩茂斯的比赛吧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 ABT 主坛的YouTube频道啦 感谢你的点击进入本期的影片 那如果你是支持六普的球迷朋友们的话 不妨帮这个影片点个赞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你看完这支影片喜欢又跟享受我分享内容的话 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按钮支持 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我终于从旅行回来了 这两周呢 回去了马来西亚度假 所以频道上呢 是蛮安静啦 而且呢 我还错过了这个对垒诺丁和神灵的比赛 那这一场联赛呢 也是我赶在下飞机之后呢 还好我是有看到比赛啦 而且三个进球呢 我都没有错过 所以我就觉得说呢 可以去做一个影片呢 来稍微聊一聊这场比赛啦 但是呢 这一场比赛呢 没有字幕 因为非常抱歉 我就是看完这场比赛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啦 但是我决定抽空的去录制这支节目啦 其实就已经被对手呢 打进一个月位进球嘛 而且全场下来呢 其实 利物浦的这个预期进球值呢 是有高达两颗的喔 那对手呢 其实预期进球值也有1.09啦 门将Kelleher呢 在这个数据上面呢 是成功铺就了7次啦 其中呢 有5次呢 是在这个进取里面喔 所以呢 这个数据上的这个Goals Prevented呢 也有足足高达1.53啦 我真的无可否认说呢 利物浦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二号门将呢 是多么的幸福啦 你可以了解到啦 虽然Kelleher本人呢 是想要去离开利物浦呢 争取这个1号门将的位置喔 但是你无可否认啦 阿里森缺阵的情况下 Kelleher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很好 利物浦呢 也难怪呢 并不想以那么低的价格呢 把Kelleher放走喔 那我必须要讲啦 Kelleher呢 真的真的呢 这场比赛真的是打得非常好喔 给他一个值得的一个肯定还有鲜花啦 那如果我们去聊一聊战术呢 这一场比赛教练团只做了一个显著性的变化啦 就是中锋的这个位置呢 从Jota呢 给到了Newness喔 打法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slot底下的这个中锋呢 我从在这个频道一开始就有说过喔 他们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去背身拿球啊 做一个支点呢 然后呢 再去传球给到这个中场啊 或者是这个边风呢 让他们去进攻啦 那必要的时候当然呢 当边风呢 下底的时候呢 这个中锋也要来到禁区内呢 去协助这个打门啊 还有进球呢 这样子的工作啊 但是背身拿球 做支点的这一块呢 作为整个球队连线的这个动作呢 是非常重要喔 那Jota呢 其实从克洛普时期呢 大家都知道他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啦 特别是当初他加盟的时候呢 算是挺顺利的接班掉 Roberto Fermino的这个维九号喔 这一场比赛呢 Newness作为支点的表现 我个人是觉得相当不错喔 你能够看到呢 其实教练团呢 在背后呢 有做出很多的功夫呢 去让Newness呢 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支点啦 我也在频道上面有说过啦 你论体格呢 Newness呢 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他要身高有身高 要身体又有身体嘛 这一场比赛呢 其实第三个进球呢 就是他与Sala这个完美的这个配合喔 流动性非常大啦 Newness呢 在这个右侧这里呢 一个头顶呢 给到中间的这个Sala喔 Sala就直接一颗直塞呢 让Newness从边路呢 可以直接顺势的 跑到这个进取里面呢 然后就完成了那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进球啦 那如果呢 你在这个时候你换做是Jota的话呢 我觉得Jota如果比起Newness的话 他应该在边路是跑不过对手啦 但是呢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Sala呢 变成Jota的话呢 或许这颗进球呢 还有可能会发生喔 总的来讲 我是觉得说 Newness和Jota这两位球员呢 就以这一场比赛来看啦 他们两个人能够提供出的这个元素呢 是非常不同喔 那如果你以Newness本场比赛首发 第一场Slot底下这个首发的这场比赛来看呢 轮换绝对不是问题啦 你接下来的赛季呢 还很长 你还有很多比赛需要打喔 战术上呢 也不需要为了Jota或者是Newness呢 不同的人做出巨大的变化啦 这两位球员呢 都能胜任这个指点的任务喔 只是能够提供出的元素呢 又稍微有些不一样啦 Newness呢 给你更多的这个速度喔 但是Jota的这个跑位啊 还有中间能力呢 大家也是看得到的啦 所以本场比赛呢 我是觉得Jota还有Newness呢 这两个球员之后的用法呢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球迷们去期待啦 不过呢 本场比赛其实让我觉得最有趣的呢 就是Kiesa的一个使用方式啦 那我这里我就把Jota的这个号码呢 改成Kiesa喔 我觉得Kiesa的使用方式呢 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喔 这一场比赛我们终于呢 算是看到Kiesa比较多上场的一个时间啦 但是他今天主打的位置呢 竟然是在中锋喔 那当时候Gagpo呢 这里是替补上来变Dias啦 我在这里呢也可以稍微去改一下这个球员的名字喔 让我顺便把颜色呢也是把它弄成比较深色一点啦 这两位替补圈上场之后呢 当时我就在想 诶 会不会是可能Kiesa去打这个边风 Gagpo呢就去做他比较熟悉的一个中锋啦 但是呢 slot这里呢还是决定让Gagpo出任这个边风喔 Kiesa这里反而是变成了中锋啦 我以为说Sala会得到休息 但是呢 竟然没有喔 Kiesa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我是觉得他还没有完全适应slot底下的战术啦 他确实在前场呢很勤劳的做出跑动喔 但是他的这个死压比强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无头长营啦 面对英超的这个防守球员呢 体格上面呢 我觉得确实还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啦 碰撞方面呢完全是占下风喔 可能说呢 他在这个欧冠赛场上呢会更加适合一点喔 因为毕竟在欧冠赛场上 你面对其他联赛的这个球队呢 并不会像英超那么的硬碰硬啦 那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下一场比赛呢 让他面对西汉姆的这个北赛呢 必须让他上场去找一找一个感觉啦 不管是打这个中锋也好啊 边锋也好呢 我觉得球迷嘛还是可以期待欧冠赛接下来的表现啦 特别是他今天上场呢 第一脚的这个灵孔抽射这个打门喔 对我来讲呢 我是觉得他是非常有自信喔 他觉得他可以在这个距离呢去胜论一个灵孔抽射 那也很显断啦 这个灵孔抽射并没有miss掉喔 而是直接打在了这个kepa这个手上喔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一个自信的一个表现啦 我我个人是满满意啦 但是你也必须讲啦 当时候已经3比0 其实你不需要去嘴比赛啊还是什么 其实你稳稳的打就好了啦 Kiazza呢 接下来我呢 我还是会期待表现喔 我并没有放弃啦 大家也不用这么早放弃他啦 那我们来选出最佳球员啦 这一场呢亮眼的球员呢实在是太多了 Ryan Gravenberg啊 Alexis McAllister啊 Tren啊 Kornate啊 Kallahan呢 这一些呢 都是表现极为出色的球员喔 但是最佳球员的奖项呢 我觉得你不管怎样啦 你都是要给到 Louis Diaz嘛 对不对 Louis Diaz这场比赛呢 打进了两颗进球啊 那你必须要讲 他目前呢 在slot底下已经打进五颗进球 我一开始有讲过 Diaz就是一个非常适合slot底系的球员喔 他这种非常aggressive啊 很direct的这种替法呢 跟slot呢 当初在飞而诺德的这个边缝是非常相似啦 这一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呢 都是很惊天的这种 边缝内切的这个 进球啦 那我知道很多球迷呢 看了这场比赛也觉得说 哇 想起了当初的这个sadio mane 我必须把最佳球员的奖项呢 给到Louis Diaz啦 他本赛季呢 其实在我们频道上呢 也拿很多次这个奖项了啦 那最佳球员的话呢 这一场呢 球迷们终于没有newness呢 可以怪罪啊 终于啊 我个人也是为newness 感到特别特别的开心喔 那么友谊所以呢 我觉得你硬要挑的话呢 当然啦 你可以去挑Dominic Sobosline嘛 因为 本场比赛呢 所有球员当中呢 他的这个表现算是比较暗淡一点啦 但是蛮可惜啦 因为现在Harvey Elliott呢 也是处于受伤的这个状态啦 队伍内呢 也没有其他的 真正的一个10号人选呢 可以去代替Sobosline啦 那但是我还是老话一句啦 Sobosline呢就是 他的表现是难以用数据呢 去体现啦 进攻方面的部分 当曼他有部分的时候呢 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啦 好 但是呢他在施压 逼强方面的贡献呢 我觉得是 难以用数据呢 去衡量啦 但是很遗憾啦 本场比赛呢 确实在一群亮眼的球员当中呢 他的表现是最为暗淡啦 所以呢 只能很遗憾的去选他呢 呃 成为我们的最差球员啦 因为六普整体的水准呢 都是非常高啦 最后呢 就来总结一下我对于六普 本场比赛的表现啦 8分 总的来讲呢 对手给予六普的威胁呢 还是很大啦 那如果呢他们的这个门将 像Kepa呢 当时候没有突然间自爆的话呢 我相信呢 会打到下半场呢 才会看到进球啦 不过呢1比0落后之后呢 对手呢 显然是要打得更加开放哦 整个球场的这个空间呢 是扩大了起来啦 那你上半场早早3比0呢 就杀死比赛啦 那下半场呢 我觉得 把握能力还可以稍微再提升一些 但是呢 老实讲 就算有进球吧 没有进球你都是3分 已经是稳稳入带啦 所以总的来讲呢 我觉得8分一点都 不过分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个人对于本场比赛的赛后观感啦 那我欢迎大家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对于本场比赛 六普的表现啦 好的不好呢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在一起 在下方留言区呢 一起来讨论讨论啦 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